因為工作去接觸到文化 然後才慢慢去探索文化這塊東西 哇 原來這麼多 這麼廣 那我們可以當工作活下去的一個文化資源 喔 好好好 那我待會幫你處理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叫孟璇 我姓張 然後我是出生在桃園的阿美族 其實我做過很多工作 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然後聽了朋友介紹 就進到某一間的活動公司 從裡面慢慢發覺自己 原來也會開始學到企劃 怎麼跟人溝通啊 然後就讓我覺得說 既然我自己有這個能力 然後為什麼不自己來試著做看看 我叫心童 然後我姓賴 我是阿美族人 雖然看起來很不像 我是在巴德 生活長大的 我會接觸到手作 也是因為我先跟我的夥伴 我們一起開公司 然後他都是接原住民的活動 我才開始慢慢慢慢覺得 好像我這一部分很缺乏 因為我根本就 以前也不算不敢承認自己是原住民 然後是跟他開始一起工作之後 接觸他的原住民活動之後 我才發現其實我很喜歡這個文化 現在要做這個嗎 我要學這個 這樣就可以了 好啊 大概 大概就是 前面都不佳政 佳政是在這個地方 對 立連夾 對對對 那邊吧 這個吧 這個 然後再來是因為我阿姨 她在坎晶部落有開課 就是十字丘的課 她有問我說 妹妹妳想不想學 我就說我想啊 然後我問她說那個十字丘是做什麼 她說是台東的現代 然後覺得喔好喔可以試試看 結果一做就沉迷了 然後有時候會自己一個人在家裡秀 秀到半夜 然後我的親戚朋友 他們都會說 妳為什麼會做這個 然後就是 妳怎麼可能會做這個 之類的 然後我就會想說 嗯 他們好像開始對我有點刮目相看什麼的 然後自己越修越有心得 我就開始慢慢慢慢覺得 喔我原來也可以做這個 因為部落跟都市畢竟是不一樣 我們在這邊學到的東西 跟部落其實有一些還是會有差距 因為不是直接在部落 然後看到這些情況 可能是帶過來的 然後又有一些改編 像服飾也都有改版 對其實那個東西都是我們不太了解的 所以越是不了解我們更要透過 因為我剛好現在工作 工作有接觸 所以更要去了解這件事 我是覺得 又剛好可以跟生活結合 可以跟工作結合 然後沒有那種沉重的負擔 所以是我比較想要走長久的路 1 2 3 因為我的活動是比較偏向幕後 在執行是電腦上面的 但實體的東西就是 其實我們的目標一直就是 開一個工作室 更大的可是它是店面 但裡面會是我們教課的場所 我的夢也是一樣 我想要有一個自己的標誌 譬如說我到巴德 我就知道 人家就會知道說我要找哪一個 會做阿美服飾的小姐 或者是老師這樣子 我的夢是這樣 我希望是可以讓人家來我的教室 或是人家來我的地方 就會很想要一起去完成這件傳承的事情 祝福 韓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